被历史遗忘的新疆王,曾为我国收复一座药的,如今目的却遭一平。 有学者曾经把中国近代中亚地区国家疆界格局的形成和稳定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人尽皆知的清末众臣左宗棠,另一个是鲜有人知的清末民初新疆军阀杨增西。 众所周知,新疆是左宗棠横刀立马,从阿古百手中夺回师弟,然而杨增心也曾荡平纷乱,维护了国土的完整。 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位打跑了侵略者的新疆王却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不为后人所知,甚至如今目的也遭到一平。 小编今天所要介绍的人物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新疆王阳增心,带大家来了解他在清末民初起到的历史作用。 杨增心,1863年出生于云南省蒙自县,清朝光绪年间任甘肃中尉之县,19075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后经引荐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申得慈禧赏识,唯唯新疆阿克苏道尹。 新派革后,杨增心简去发辩,脱掉清朝的五品官服,穿上民国都军的礼服,登上了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当时民国出定,国事殿危。杨增心主政的新疆更是内拥外患,动乱贫人。 就在新派革命刚刚发生一个月之后,包藏获新的外蒙古活佛哲不尊丹巴,就在沙俄的支持下在科布多城宣布独立,脱离了中国,成立了如今的蒙古国。 为了阻止外蒙古叛军继续扩大势力范围,侵略中国的领土。 1912年10月,杨增心出兵于科布多城皮莲的阿尔泰地区。 此番他拿出了娓娓旧照的招数,杨公科布多城以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贸然进击阿尔泰。 新疆的特殊位置造成了清末以来成为英国及俄国争夺侵略的对象。 在杨增心统治的时期,中国陷入军阀的征战,而无暇顾及新疆,杨增心统治时期与英俄两国多次争取权力,包括保护俄静华侨,要求英俄商人纳税等问题的。 此外,在面对俄国内战时,严守中立,报警安民,使新疆不受到俄内战的侵扰,外交上的成功使得在他统治时期新疆未受到到严重的侵略。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中亚原来归属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部落陷入无政府状态。 约30万哈萨克地区的难民涌入新疆。 此外,大批溃逃的白俄士兵为躲避苏俄红军追缴,进入新疆,人数达五万之巨。 这些军人性情凶残,装备精良,敢打敢杀,无恶不作。 杨曾心意识到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 他设法让其中最顽固的阿联阔夫将军染上鸦片瘾,瓦解其斗志,不战而胜,对于其他人,则割五款待,没九次后,不知不觉中让他们全部缴械。 杨将军这温柔一刀实在厉害。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企图插手新疆,日本在新疆调查员与沙俄驻新疆总领事迪雅科夫相勾结,叫让日本可派遣一个师团分铸伊犁,他承要的,帮助中国镇守边防,并怂恿杨曾心出兵中亚。 在此情况下,新疆多数高级官员担心苏联红军和沙俄军队可能入侵新疆,但是杨曾心临危捕乱,看清楚了日本人的野心,他联系苏联红军的力量,因为帮助他们也等同于帮助自己,一同消灭了入侵的沙俄军队,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与国土安全。 杨曾心是民国十七新疆第一位管理者,也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的人。 然而变故发生在1928年7月7日,杨曾心在军务厅长樊耀南发动的军事政变中遇刺身亡,十年66岁。 之后齐灵叔于1929年驾到西伯利亚东运,安葬在了北京。 2009年驾经过哈尔滨的时候,张学良在哈尔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这位新疆省政府主席,虽然治政显露奇才,外亲内患也功虚卓著。 却几十年来没有得到国人的认识和史学界的重视,也没有认识到他对今日中国格局的贡献。 而他的灵墓,由于紧张高速路的修建,也被移平掉了,到现在只剩下了一座石碑,后来成为了昌平区集的文物保护单位。